今天是旧金山 2022年的10月30号 平四米 天气有点凉啊 明显的很凉的风 这个美眉在乞讨呢好像是 举个牌也不容易 今天 订了机票 过段时间打算去 夏威夷溜的一圈 因为到年末了 我们 系统 有一些叫 Floating Holiday 漂浮假期 Float F-L-O-A-T 漂浮 加R-N-G 表示漂浮的 Holiday假期 H-O-L-I-D-A-Y 漂浮假期我还有 三天 24小时 申请的 漂浮假期 因为 这个假期 如果你不休的话 他也 不给你钱 就作废啊 过了几年 你要不休就作废 属于 强制休假 这种的 所以申请了 Floating Holiday 因为 11月11号 光棍节 11月11号是这边的老兵节 老兵节是法定假日 会休一天 老兵节休一天 老兵节是星期五啊 那么 老兵节这一天 加上双休日不就三天吗 然后我再申请 三天的休假 就是六天 我看了一下航班 从旧间山飞 夏威夷呢 需要五个多小时 中间有一站中转啊 要飞到 晃动罗罗 晃动罗罗就是 檀香山对吧 因为 到那边呢 有若干个岛 那边有一位朋友 在其中一个岛上住 所以需要从晃动罗罗转一下飞机 中转一下 然后 订票 我 我首先是用Google搜 从旧间山 国际机场到夏威夷那边的 有个机场叫Hilo H-I-L-O 到Hilo机场呢 需要先从旧间山飞 檀香山机场再转 中转一下 从旧间山飞到檀香山需要五个多小时 从檀香山飞到Hilo呢 需要 将近一个小时 票价呢 用Google搜呢 第一个弹出来是夏威夷航空 它的票价最便宜的是610多 不到620 加税啊什么的加在一起 后来我又登陆了 Price Line Price Line价格线网站 P-R-I-C-E-L-I-N-E 这人这么吓人 P-R-I-C-E-L-I-N-E 价格线这个 网站以前我 用它来订外地的宾馆什么的很方便啊 它会有折扣 但是价格线网站那个呢 它在价格一点高 单程500多 反程往回选的时候 价格总价就高了 就900多了 后来想了想 还是订夏威夷航空的吧 夏威夷航空的 订的那个 然后 去的时候是早晨7点半 从旧金山机场飞 然后五个小时呢 到台湾山机场 在台湾山机场逗留两个小时 就Layover L-A-Y-O-V-E-2 Layover两个多小时之后呢 再转飞机再飞到这个Hilo机场啊 电话 这可能是 邻居导来的 再见 拜拜 哦 闪光灯打着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啊 发现手机的 闪光灯还打着呢 就把闪光灯关了 昨天是在屋里在厨房路那个 蒸蛋糕 那个景象 打着闪光灯忘关了 事情一多呀就 思路就乱了 这边遇到他拥挤了 所以呢六天休假也还不错啊 算是我在这个单位上班之来 以来最长的一次休假啊六天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是 在第六天的上午九点半 从Hilo机场起飞 飞一个小时 将近一个小时到达台湾山机场 然后再到台湾山中转到 再飞旧金山飞 五个小时多 然后在晚上七点多就到了 哎 是晚上七点多吧 对 有中转的两个小时的等 后继时间对吧 还不错啊 夏威夷以前我还曾经想着 去那边生活呢 以前想着 去夏威夷或者去纽约 感受一下 但是后来有疫情啊 再加上也不愿意折腾 我就没去啊 这次正好休假的呢 飞一圈看看啊 价格线那个网站呢 倒是有便宜的 比如说往返是五百五百多美元是便宜的 但是呢 他那个时间一点不干巧 他那个时间太长 就路途的时间 中转的这个时间太长了 没必要了 所以呢这边 行吧 反正 再研究一下 要下载了一个手机的App App上 有 登录 之后 可以随时 什么 退机票 他这个机票可以在 24小时之内 退票啊 其实我倒并不是说很想去 夏威夷的景点去看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比如说在旧金山也是 你就在这边生活 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就好了 气候啊 呃 这种人文的感觉呀 就挺好啊 所以说今年算是 正式的一次休假吧 夏威夷我觉得也是 一个 长久以来 呃 也很想去的地方吧 也行吧 感受一下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小岛 那边据说有很多亚洲人啊 那边的白人比较少 日本人比较多据说 早年日本岛民很多 在岛屿上 生活比较多 天气冷喽 天冷喽 啊 树叶掉喽 树叶啊 真的到了 天冷的季节了 我之前还想着去纽约 溜的雨圈 但是纽约那边的气候 比较寒凉对吧 就不去了吧 不去了 去暖和的地方吧 年龄大了就不去 寒凉的地方了 今天睡眠也算充足啊 昨天晚上没睡啊 昨天晚上大宝他们 在 学校附近的一个城市在那隔离 他的妈妈发来一段露瓶 是他吃东西的露瓶 然后 大宝也有点不高兴了 说妈妈怎么给我露瓶啊 有点不高兴了 再见了 再见了 继继续